罢了 罢了 既然事宜至此 你打算怎么办 假死 并不是长久之计 家罗他 还要光明正大地活下去 所以我打算要迎娶家罗 只有他成为我们杨家的媳妇 才可以免受流放之苦 况且我跟家罗本有婚约在世 亦不算违背律法 你当真这样打算 你当真是 在纳争当日 我向魏国公一家许诺我 这辈子会对家罗宠治 护治 一生不服 我心里已经认定了家罗 只要跟他在一起 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愿意 所以我决定 要待家罗离开长安 远走高飞 好 父亲 孩儿之前就没能陪在您身边 如今好不容易回来没几年 却又要离开 不能在您身边孝敬您 还请父亲原谅 起来说话 起来 大郎 当年是我送你离家 如今 是你主动要走 看来 我们父子原浅 注定的是要分隔两地 父亲 你这是同意了吗 你不是一向都很有主见吗 你对家罗的痴心 对独孤家的这份情谊 为父十分欣慰 去吧 去吧 收拾收拾 待家罗尽快离开长安吧 我就不送了 父亲 对不起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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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间 竟然一人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自怜自艺也是多余 能做的 唯有面对 我已是不祥 不可再拖累他人 感谢你这几日的照顾 家罗就此别过 不要来寻我 也不要有不舍 我已成过客 且过即过 珍重 家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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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每次都是不辞而定 家罗 我只不过是想要保护你 我只立大乡 难道我在你心里 真的那么不值得信任吗 我只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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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我 还可以 感谢你 七妹 这次可不要偷懒啊 好啊 家罗 你看看你 一个姑娘家 成日要么女扮男装出去晃荡 要么一身黑衣 半夜溜出去闯祸 成何体统 还不去换身驾长的衣裳 好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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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罗 你先过来 趁热尝尝 我给你做的红豆粥 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大嫂 大嫂 小嫂 你看 大嫂 你 我们进去吧 休息呢 走 走 伯父伯母 大哥大嫂 还有家罗 我和阿勇来看你们了 你们安息吧 不过你们放心 我和阿勇一定会为你们报仇 一定会让宇文护 为他所所知恶行付出代价 家罗 你听到我在叫你吗 我多么希望听到你在叫我一声阿勇 如果能够换回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阿勇 过来上香吧 阿勇 伯父伯母 大哥大嫂 江龙 我和高大哥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是宇文护害死了你们 即便他是我堂兄 这个仇 我也定要与他清算 请原谅我不能嫌身 你们同王后姐姐一样 都是我最后的亲朋 若这次失手 我与宇文护同归欲尽 不想你们再为我难过第二次 阿勇 高大哥 忘了我吧 阿勇 阿勇 着튼